很高興和大家一起 我們有這個《法洋神屬聖茶經》《廣道法》 這次主要是《廣道法》 也會幫助大家分析聖經和分享 首先我們在這裡看《廣道》的目的 《廣道》有什麼目的呢? 第一就是解釋經文 為什麼?《廣道》的意思是神的道 所以我們解釋經文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講一個我自己個人的感想 覺得很可惜有很多人在《廣道》形容一下 以前我們曾經有人形容一下 好像那些經文就好像飛機場的跑道 飛機場跑道當你停留在那裡就說了 說完之後就飛了出去 跟那個經文就沒有什麼關係 我也很想大家在經文那裡去發揮 其實是很豐富的 其實這份材料我給大家 你回家可以先看完的 你先看完之後下個禮拜回來 你就會明白很多 因為《廣道》的神屬性 《廣道法》實際上是挺難學的 因為我跟很多人說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很難學 難學的地方不是很學術性 而是我們需要想像神 怎樣能夠做到這麼多好事 即是他的本性 他的那種恩典 很想祝福人 在那個經文那裡發掘出來 經文未必有直接說 但是我們在裡面發掘出來 大家看到我後面那裡寫了很多例子 會幫助大家去明白 在網上也有很多 你發現神屬性 你們就會看到很多的 廣道和分享經文 第二 第一就是我們解釋經文 讓人明白經文 從經文中得到幫助 第二就是幫人 認識神和他的屬性 心態、恩典計劃和行為 我把屬性拆開幾件事 第一就是屬性 屬性就是他的本性 在早期的時候 我叫這個發言神聖情 我後來才改成屬性 因為我覺得屬性 不是那麼多人熟悉 但屬性比較廣闊 網上找到有些是發言神聖情 我早期的時候 他的屬性的心態是什麼 他的心很想對人怎樣 即是在經文 譬如浪子 他的爸爸很想他快點回來 首先他的屬性 他爸爸是充滿愛的 憐憫的 他的心態很想他兒子回來 是完全計較他的過錯的 然後他的恩典 就是饒恕、祝福 又計劃 他可以說沒有東西可以計劃 不過當他的兒子出現 他立即有個意念 我要給他一些好的禮物 立即為他預備鞋 戒指、蒲子 還有為他劏一隻牛 都是即時的計劃 他作為他做什麼 就是做了這幾件事 送給他的兒子 也都是抱著他的兒子 疼他的兒子 這些都是在裡面 發掘到 他的爸爸多麼好 也都發掘到 天父是多麼好 另外就是幫助人 認識真理 整個真理 講到的時候 如果大家要留意 我一講到行為 得救只有行為 我立即做一件事 如果大家要留意 我只會講得救不是靠行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想別人誤會了 以為得救是靠行為 我告訴他 得救是本乎因 直著信 是神的恩典 我們相信他就是得救 不過得救之後 一定有生命的表現 這個就是真理 即是說這些行為 是得救之後的果子 而講到的目的是什麼呢 也都是造就人 建立他的生命 安慰他的心 血面他去改變 而當人不知罪的時候 需要督摘 但是督摘是否一定要大聲 不是一定的 其實能夠說出來 別人聽完之後 覺得 心裡面 我真的有需要改變 我真的有錯 已經達到督摘的 有些人以為 大聲一點 就會督摘強一點 有些人是的 你要大聲罵他 他才會醒的 不過這樣的時候 如果他每次都有人罵 沒有人罵 就不改變 所以我自己的傾向 是想幫人 自己知道我們在神面前怎麼樣 我們悔改的後果是怎麼樣 我們聽神的說 神多麼喜歡 所以我們更加小心 處理生命 不要犯罪 第五呢 就是幫助人 將聖經應用在生命和生活裡面 有時候 譬如有些講道 他就解了一個經文 解完之後 就停了 怎樣應用呢 而我覺得應用是可以很多實際方面的 如果大家留意我講到關於神的愛 我會講到人很多事 不覺得神愛他 或者覺得神的愛很遠 但我們怎樣開始會感受神的愛 然後怎樣活在神的愛 用什麼方法祈禱 譬如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很想幫助人 都好像我這樣經歷聖年 我就會 講出我內心的方法 我一邊拆解我自己在做什麼 譬如處理怒氣 我會告訴別人 為什麼會生氣呢 因為心裡所存的惡 惡人和心裡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心裡有一種武器 所以我將這個經文再發揮 就是惡人的心中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就是他裡面很惡 所以我們處理怒氣 就是他裡面的惡 為什麼惡呢 又如何拆解 又如何有神的恩典 又如何用柔和的方法對人 以至能夠有好的見證 又能夠影響人呢 然後第六 就是能夠幫助人 會出神完美的計劃 這個都在我的教導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神有個完美計劃 個個都有的 在天上我們就會發現 將來去到天堂 就有個很完美的計劃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 很差勁 我不行的 但是當我們知道 其實多差勁的人 其實神都有個計劃 他只要聽話 他心裡不可以發揮 如果走進入神的計劃 將身體獻賞 當作活祭 不要下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的變化 就能夠拆解這個完美計劃 這樣的時候 他心裡會一直提升 所以這個目的 都是被人看到 我心裡很重要的 很寶貴的 可以發揮的 第七 就是帶領教會集體 活出神的計劃 不只是個人 也都是對教會的信息 要整個教會走在神的路上 第八 就是港元的信息和生命感染 和影響個人和教會 就是說 不僅是我們說出來 是我們平日的生活 還有我們說的時候那個 心態和生命 影響人 以致人聽完之後 感受到這個港元和神的關係 曾經我去宣教 有一個牧師 其實他見過我不多 不過他就跟我講一句說話 他說你每次講一句都講神幾好 他很深刻印象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 當我們的說話 我們的生命有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講出來 是這樣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記得 港道的目的 是有幾樣的 好了 那港道要留意什麼呢 第一就是當留心 讀聖經明白 活出神的恩愛 恩怨 聖節和公義 很多人看聖經 是不太喜歡留心看的 那我都鼓勵大家去留心看 譬如 我給大家一個公告 下個禮拜回來 可以告訴我 馬帝11章28-30節 煩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替我借你來 我就是你們得 安息 第一個安息 我心裡猶何謙卑 你們多付 我的握學 我的揚識者 你們心裡就必得向安息 第二個安息 因為我的握是容易的 我的淡是輕盛的 這裏說了兩個安息 為什麼兩個安息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曾經教過神學的課程 我問神學生 很多的答案都不在聖經拿出來 我們是在聖經找出來 是有什麼問題 按了 他們都不習慣 在經文找出來 他們就會想出來 我說不是你想 是經文說出來 經文有說的 我希望下一次有人告訴我 這兩個安息有什麼分別 好嗎 或者甚至今天我都想到了 我一看已經想到了 那你告訴我 那就是最好 其實我也想說說我自己 這個查經的心態 是很重要的 是我在11章28到30節 在我初信主的時候 參加團契 有一次請了一個聖經學會的人 來講到查經 他就將經文一路拆解 叫我們嘗試去拆解 將它分析 然後呢 最後他就講出 他如何去分析 然後他就鼓勵我們 看聖經的時候 選一些重要的字 有時寫箭嘴 比如這個前一 後果 有時寫一二三 有什麼重點 那我就開始這樣做 開始這樣做之後 就養成了查經的習慣 後來在神學院 更加學到很多分析聖經 那我就很習慣性 即一聽經文 我立即就會分析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的習慣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經文是有很豐富的教導在裡面 很多是恩典的 也都活出神的愛 恩典和聖結和公義 即有愛也是神的公義 第二 預備信息的時候 也都被聖靈帶領 一路欣賞神的屬性恩典 和作為被聖靈帶領去宣揚 這個經文一起說 宣揚那趙 你能出黑暗入其形的光明者的美德 你得慈尊二張九節 那 我預備信息 和我在我的電腦做事 我基本上經常都差不多是在那裏 很多時候一路播音樂 一路寫我的材料 一路寫廣告 有時寫書 那我一路聽音樂的時候 一路感受神的愛 一路感受神的愛 一路感受神的愛的時候 有些就是在這個時候出 亦都有些時候就是 我祈禱的時候出 有時睡醒的時候出 有時快睡覺的時候出 有時快睡覺的時候出 那我一可以 我就盡力把它寫下 有時沒有其他寫下 我用手機就寫下了我 有什麼意念 有時在飛機上 有很多廣道的意念 那這個都是希望大家 時時都有神的同在 於是心裏面就很容易 會湧出很多好的意念 譬如我自己 很多實際的處理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罪 那些從哪裏來 都是我自己 怎樣處理自己的生命 譬如我自己發覺 我受壓力 我怎樣受影響 然後我怎樣處理 那我就將這些 我自己記錄 有些是記錄 記憶有時是寫下 以示我能夠教別人 可以這樣做 好了 接著講到引言 引言 引言是有很多方法的 講到裡面有引言 總之有這句興趣 令到他想去 了解這件事 譬如 譬如說到處理怒氣 那你可以用不同方的 譬如說 沒有試過被人擊斥 哇 很不開心 即是那個人 他經常罵人 令到你的心很受傷害 很受影響 那你會發覺 原來一個發生氣的人 可以這樣傷害人 那我們有沒有發生氣 那我們想想 我們有沒有擊斥人 有沒有傷害人 有時會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你有沒有試過小時候被人罵完 以後都很害怕 很怕面對人 就是因為有個人 用他的怒氣傷害了我們 即是說這些都是一種方法 我只知道這個引言 就是一個生活性的引言 也有很多其他方法 譬如有些 舉一些名人的例子 譬如有些人 他們很出名 但會發生氣 引致他生命的破壞 有時我認識一些人物 譬如有一個很出名的 美國有一個叫Woolworth公司 那個創辦人 即是他的女兒還是孫女 另外就是 總之他父母兩邊 一個就是Woolworth 一個就是E.F. Hutton 兩個都是非常有錢的人 把那些錢給他 他是非常富有的 但是有本書叫做The Poor Little Girl 就是說他的 因為他的生命非常之痛苦 他一生人浪費了他的錢 以至到他臨死的時候 他只剩下幾千元 在一個很老島的情況 也沒有什麼朋友 原來一個人可以有錢 但他的心靈空虛和傷害 你上網也找到 The Poor Little Girl 就是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 還是 還有這幾個字 合起來 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講到這個人的生平 這都是一些故事的引言 讓我們看到 原來有時不代表他生命豐富 不代表他開心 這都是一些引言 講到的大綱 我們是需要習慣的 我知道在世上 有很多人講到沒有大綱 不要緊 只要不會讓人 好像騰騰轉 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你聽完之後 到底他想說什麼 他的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他在說另一件事 有時候我們會 可以說他沒有條理 令很多人很亂 不知道做什麼 大綱不是一定要1 2 3 4 而是有一個方向 同樣我們日常講的都會有方向 我用一個例子 你想說服你 小時候 你想說服你媽媽買東西給你 你可能會想 我怎樣說法 怎樣說法 令到我媽媽想賣給我呢 那你講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方向 有一個方法 你會有一連串的鋪排 如果夠聰明智慧 就想回 可能想回他媽媽 跟媽媽聊 你有沒有試過 假設 你小時候 你見到東西很想買 不過又不讓你買 家人不讓你買 你會不會覺得不開心 就是可能一種方法 引致她媽媽也會有這種奉鳴 然後我看到一件事 真的對我很有幫助 很想買到 你覺得我可以買這個東西呢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說服媽媽 給她買這個東西 這也是我們日常會說 有時就算很普通 陪我去逛街 譬如有的人陪我去逛街 那怎樣說呢 有些人會說 陪我吧 哎呀我好慘 我們一起去吧 就是這種方法 但是另一種 我們可以一起聊聊天 我們有些人想和你聊 不如我們一起逛街一起聊 好嗎 這就是一個方法去說服她 即是有一個方向 即是講的時候有一個方向 同樣講到也是需要有一個清晰的方向 即是自己清晰我說什麼 而很重要就是那些不關主題 不要加上去 但是有很多人說話 是不知道自己說什麼的 所以加上很多不重要的東西 變成一個方向是比較亂的 好了 那這裡我舉了一些例子 即是有些常用的 這個是法人神屬性查經法 講到法的一個方法 不是唯一的方法 那麼後面我會列出了 一堆冷的一些大綱的方法 這個是一個 用這個法人神屬性 其中一個方法 不是唯一的方法 我們讀一下心色字好不好 第一點就是 人的反面來止 第二就是 神在者方面的屬性或因染 三 人可能會出神屬性的原因 第四 如何 第五挑戰 這個大綱有一個原因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說 基督徒沒有愛心 我的信息 我的目的是想 換成基督徒沒有愛心 我的目的是想 令到基督徒有愛心 好了 人的反面來止 那可以用什麼呢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去一個教會 是你從來沒有去過的 那你去到的時候 是沒有人理你 沒有人跟你說話 沒有人歡迎你 或者門口有人歡迎你 但是歡迎之後 只是唯一的一個 你覺得很孤單 可能有時 有人會關心你 但是很多其他人 好像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這種意識 去歡迎一個人 關心一個人 有時令到人會覺得 到底基督徒是否真的有愛心 有多少基督徒是真的有愛心 會想一下 周圍的人會不會很孤單 我形容好像什麼 有些人來到了 基督徒是否真的有愛心 有些人都站在我家裡 但是沒有人理他 那些人就走在一起 很好聊 幾個走在一起 好聊 但是那個新人 終於站在我家裡 沒有人理他 他看見有人沒有開心說話 但是沒有人理他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種情況 我剛說這個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種情況 就是一種互動式的 講信式的方法 就是說在講的時候 都不是單方面的 是互動的 這個反面例子有時 換醒人 其實基督徒有多少愛心 因為很多基督徒 我來到家族 就想有人安慰我 關心我 幫助我 我只是想得到這麼多 我去到家族幾十年 都是經常 只是想得到幫助 每一次來到 希望我順利幫助 希望牧師鼓勵一下我 希望那些朋友見到我很開心 而不是說我可以對人做什麼 這個就是 一個反面例子 那神的這方面 這個屬性和恩怡是怎樣 神真是很有憐憫 我們從聖經和個人都經歷到的 就是聖經我們看到 那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她是犯了律法的 因為她不潔淨 她摸耶穌是不潔淨 是不應該摸 而且她摸了很多人 但是耶穌 看到她的時候 耶穌問她 問她誰說我 她就驚得不得了 因為她自己做錯事 她很害怕 她不敢出聲 又後來耶穌說 總有人說我 因為有男女 我身上就出來 她知道不能夠逃避了 於是她就說出來 她就承認 她想著耶穌可能罵她 她一身 我搞錯你 這樣的犯律法 但耶穌不是 耶穌只是說 女兒 放心 你的信救你 耶穌真的稱呼做女兒 真的 跟她很想有這種婦女的關係 她接納她是女兒 而且她知道她不開心 所以她說放心 輕鬆一點 不要緊要 不用緊張 不用怕 這個就是耶穌裡面那種熟性 她會關心人的感覺 她知道別人的需要 知道別人的不開心 然後她會行動 她會表示出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你 不是你要做什麼好東西 你相信就可以了 是一個禮物來的 那我們看到神的熟性 神的熟性是什麼 她想著別人的想什麼 想著別人的傷心 但很多基督 是沒有想著別人的想什麼 沒有想著別人的傷心 只是想著我自己想著什麼 我要你關心我 那時候我們就想著 我們是否活出耶穌的生命呢 好了 第三個就是 人不能夠活出神屬性的原因 為什麼 四天講那麼多愛 為什麼基督徒不能夠活出呢 因為人就是經常 只顧著我需要什麼 我很慘 這個經常都看著自己的問題 我很慘的 我被人欺負的 這些人對我不好 我很痛苦的 絕外問題 或者經常都說 我不夠膽 或者就是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人真的 沒有這種憐憫的心 雖然收了很多神的憐憫 但自己是很少憐憫出來的 這個講出幾個不同的原因 好了 那怎樣呢 怎樣可以開始有 憐憫的心 愛人的心呢 我們就想到 我們收了多少憐憫 這些憐憫對我們有多重要 我們今天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將來去到天堂 得到這麼多安慰 這麼多次的 安慰 意志 釋放 都是因為神的愛 那我們想到 很多人其實是很慘的 沒有人關心他 很多痛苦 那時候 我們知道他這麼痛苦 我們會不會說 神啊 你幫我去有憐憫的心 而我憐憫他 神就歡喜了 我講出如何 就是我知覺 我的心硬 我不是很關心人 我又想到 神的美善 神關心我 我又想到 我關心人 神多麼喜歡 我亦都可以衝破 我的懼怕 很多人都懼怕 那我就講出如何 實際 那也都可以講 現在呢 現在你跟隔壁那位說一下 耶穌我愛你 我都關心你的 不如你現在試去說一下 跟隔壁說 耶穌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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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不難啊 不難啊 不過 如果牧師沒有叫 好像又比較難些 走到那個人去說 耶穌我愛你 我都關心你 好像難些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試一下 衝出來 突破自己 其實是否那句說話很難說 不是啊 難在哪裏呢 怕醜啊 無心啊 或者是 覺得 退縮啊 或者找藉口啊 他不會接受的 這樣 這些就是 就是我是具體 具體講出來的原因 那我們都希望大家習慣 習慣怎樣 留意怎樣我會害怕做這件事 為什麼我不敢做這件事 我怎樣可以衝破這件事 我們就幫到自己 下次做得更加好 好了 然後挑戰了 那大家可不可以一會小息的時候 小息 現在聚會啦 現在小息 聚會的時候呢 可不可以和周圍的人認識一下 大家溝通一下 可以不可以啊 關心一下他 不是還是這次關心我 下次也關心我 可以不可以啊 那呢 記得他有什麼分享 告訴你他的情況 你都關心他 記住 那我剛才用了很簡單的方法 示範這個講道 就是講道 怎樣更加對人有愛心 他愛人如己 是吧 那這個 為什麼我用這個大綱 這個簡單大綱 我很多時候用的有原因 第一人的反面 例子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悶醒人 第二就是神的屬性 神多好 我想說 為什麼神給我這個神 法人神屬性 講道 法策經法 因為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真的覺得神很好 好得不得了 他的愛呢 湧下來那種美善 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即是 就算有人說 我很愛你 你不會覺得 那些愛湧下來 但當時 安卡羅為我按手的時候 神的愛 湧下來 感動得難以形容 一路哭不哭了很久 不是傷心的 而是感動得不得了那種哭 我真的覺得神的 神的本質 真的好得不得了 他的愛真的很完美 所以我想到上去天堂 多麼好 然後 當我自己 越來越親近神 又發覺有喜樂湧出來 哇 一路人需要有喜樂 所以我看到神的屬性 我經歷到神的愛和喜樂 那我越看神經 我發覺越多神的屬性 我就很想讓人看到神多好 這個是我在經歷聖年之後 很想很想做的 那我就發覺 我自己是被神的屬性激勵 第二次我真的肯活出神的生命 那我就很想讓人這樣 而我發覺很多基督徒 是沒有這種意識的 就是很多基督徒 很慘啊 很苦啊 你快點幫我吧 我不會幫到別人的 你不要想著我做些什麼 就是很多人都很慘的 但是呢 當我們 有神的生命 看到神的愛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祈禱 經歷到神的愛 感動 有試過嗎 有幾個試過嗎 那你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好啊 那你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神啊你真是好啊 你的愛 你的感動 你的喜樂真是好好的 你現在跟神說 神啊 你的感動 你的愛 你的喜樂真是好好的 很想回應你啊 當我們說很想回應你 神會怎樣反應呢 神會怎樣反應呢 神很開心啊 原來神的屬性這麼好的 其實我剛剛示範一個方法 是怎樣很個人性地講到 這個也是我講到的方式 特色之一 就是用一個很個人性 是由我本身的經歷 而很個人性地講出來 但是有些人覺得 嘩 很難啊 嘩 怎麼可以這麼自然呢 那我想說就是 你本身 時時都裝滿神的愛 時都經歷神的愛 而且經常都感激 嘩 又有喜樂 感謝神啊你女兒 感謝耶穌 又有人的愛 人的愛都是神的我來 感謝神啊你女兒 有神又怎樣幫助我 感謝耶穌 就是經常都感激呢 我裡面就會裝滿了神的美好的屬性 所以我說神的屬性是很興奮的 很開心的 因為裡面裝滿了神的美好 那我也都覺得 我們有一天去到天堂呢 有些人去到天堂也是這樣 我很喜歡看那些人去天堂的影片 有一個人叫Ean McCormick 他有一套電影的 如果你喜歡我可以傳給你的 那他的電影是講到 他真實的經歷 他以前曾經被一種 全世界第二毒的一種Jellyfish 就是水母 叫Box Jellyfish 炸到呢 那種一炸到就會死 他炸了五次 哇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是 短時間之內炸了五次 然後呢 他就 就是 就是 完全沒有力了 那他 在沙灘那裡 他就聽到聲音 跟我說 如果 如果 你繼續黑暗眼 你就會離開你的世界 誰跟我說 他又 起床了 誰跟我說 然後走走走走走走又很累 又再聽到 你以為這樣 他用個字 你就會死了 然後 後來他真的 總之 這個故事我不詳細說了 後來他 去到醫院 打針 那個醫生說 你現在要 就是要 奮鬥 你不可以黑暗眼 你不可以睡覺 你一定要撐 他說 很困難 一刻 神一聲就去了地獄 但他在救傷車上 神就帶領他 想回他媽媽 教他祈禱 逐句逐句聖靈 耶穌教他 祈禱 他就有認罪 他先去了地獄 然後耶穌打了他上天堂 他上天堂 耶穌問他 他就說 你想留在那裡 他就覺得自己 很不配 他就說 我很多罪 當他一說很多罪 在耶穌那裡 有個波浪楼過來 他以為耶穌的波浪 會把他打到地獄 但怎知道不敗 那個波浪楼過來 是神的愛 他講的時候 他經歷的時候 可能二十多歲 但他講的時候 可能四五十歲 他講的時候 他都流眼淚 他說沒有人預備好 見耶穌了 見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他的愛有多大 他就一講的時候 他立刻就流眼淚 當我看的時候 我心裡很感動 我有一天 我們都會去到天堂 就說 神啊我還沒看到 原來你這麼愛我們 我希望我們 每個人都這麼感激神 我看完 我就會知道 有天我去到天堂 不單止現在 經歷神的愛和喜樂 是會再強益萬倍 所以我對神 是極度極度的喜歡 極度的歡喜 極度的欣賞 神真是好 我經常想 這個神是自有永有 如果一個神自有永有 是惡死騰騰的 沒有愛心的 是亂來的 我們都沒有負 譬如說 你要跟著我 我先去到天堂 我們都要跟著他 去到天堂 可能被他虐待 都要跟著他 因為落地就更慘了 但我感謝神 我們的神 不是這樣的神 為什麼他這麼完美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這麼完美 就是完美的愛 完美的聖結 完美的內心 完美的關心 完美的智慧 沒有一件事缺乏的 有否想過 神真的 為什麼他這麼完美 我自己想到 我真的 我真的喜歡到你發燒 我希望大家 感染到我這種 欣賞神的心 當你時時都是這樣 看聖經和講道的時候 是不是人們更加會喜歡神 喜歡神的時候 被神的愛吸引 就會心靈改變 而不是說 我要看聖經 我要祈禱 我要傳呼 我要幫人 因為神這麼好 所以我很樂意去做 也因為神這麼好 所以我樂意處理 我的負面思想情緒 我被人罵 或者被人傷害 或者任何的罪 我都願意處理 因為神這麼好 我很想活出神 這麼好的神 完美的計劃 是不是更加好 這麼好的神 他這麼完美的計劃 這個就是 我講出這個神熟性 但又不懂得怎麼做 你說到神多好 是呀是呀神多好 跟什麼關係 我們怎樣活出神的愛 我們就需要去幫人 譬如說到活出神的愛 我就會這樣說 首先 你喜歡吃什麼 可能喜歡吃荔枝 芒果 每一種食物都有特色的味道 和質感 荔枝那種彈牙那種甜 芒果那種有彈性 有那種香味 是不是很不同 菠蘿 我試過夏威夷吃菠蘿 我試過夏威夷吃菠蘿 夏威夷跟我們平時 都是不同的 真的很好味的 它新鮮摘下來 真的很好味 為什麼神做這麼好吃的東西 其實這個世界人類墮落之後 食物已經不同 像以前那樣 如果去回神做阿當那時候的食物 直接吃到 哇 真的很好味道 不得了 不過 不用擔心 天堂也有 聖經說有十二種果子 我們都可以去到 嘗嘗神那種最完美的味道 為什麼這麼好吃呢 因為神愛我們 他又有聰明智慧 懂得製造這麼好吃的食物 是不是很奇怪 他真的有好巧手 又有智慧 又有愛心 他可以做完食物 全都不好吃 不過我們都要吃 但是神不會這樣 神不會糟蹋人 神是令人喜歡的 所以我們看到神的感情 我們看到人有感情 就算是狗 如果你養狗 那隻狗見你回家很開心 嘩 尾巴好像弄得掉 那樣子 我試過一次見到一隻老狗 每次都是那個 店舖門口是不動的 但有一天我看到店舖 那個老闆開門 那隻老狗 弄得 嘩 尾巴好像快要掉 整隻狗 好像小狗 小狗 會這麼活潑 我看到神都把感情放在狗 那隻狗 真的對祂的主人 非常忠心和喜歡 其實我會這麼形容 有些人覺得這種形容很負面 神好像狗一樣喜歡我們 但是神不是狗 不過祂喜歡我們 興奮得 好像小朋友 祂因我們歡欣喜樂 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我首先是示範說出神的屬性 為何由自然界 我不繼續說 因為我其實有說過這篇道 大家在網上找 愛 葉牧師 你會找到 我講神的愛不同的廣道 都講出怎樣去看神的愛 但你留意 我能夠將那個信息 說得很生動 很真實 希望大家 在這方面去努力 那我都給大家 每次都有時間出來 很短的 因為如果人多 我們不能夠長 可能三分鐘 那你就 你如果預備好 我就給你出來說 些少任何一件事都可以 幫助你 如何表達得更加真實 活潑 可愛 生動 有感性 是不是這樣講得更好 是不是有感性的講得更好 而不僅是講道理 是不是 OK 也都講實際怎樣做 然後挑戰 OK 這個大綱 這個就是我常用的大綱之一 好 接著第五點 一篇講道最好有一個 清晰簡單的主題和目的 我連下一點也會講 第六點就是 整篇講道保持一個清晰 合宅的方向內容 不要太廣闊 我將這個合拼一起講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清晰呢 我試過當時 在聖經學院教廣道 有一個人的廣道是怎樣呢 他就說 神好愛我們 你們 你信耶穌的 你要悔怪 信耶穌就可以得救了 然後他就說 你得救 你要愛主 你要肥土 你要服侍主 你要侍奉神 怎樣侍奉神呢 他又說 我問他 你講道的目的是什麼 目標人是什麼 好像從未信到 信到有道 雖然我們可以這樣 有時候都可以這樣 但實際上那邊道 好像不是目標 目標 一種人 和一個方向 即他那個方向太廣闊了 好像全個真理 什麼都說出來 那時候呢 變成 那些未信 聽完又未必想信 那些信 聽完又未必會愛主 是吧 所以我們想達到目的 我們就 客責一件事 譬如我真的想傳回 我就傳回 但我可以 譬如有些幾個圖一圖 我都可以輕輕地說到 神這麼好 我們都回應神 他多些愛神 我會這樣 但我不會整邊道 好像平安分佈 那樣 那時候呢 就太廣闊了 譬如就算說到愛 因為我們會有練習的 要做功課的 譬如說到愛 有很多人呢 就會說愛呢 就說得很廣闊的 那我們其實愛呢 可以狹窄 我說什麼叫狹窄呢 譬如一次可以說 接立的愛 那接立的愛 我大約這樣說一下 什麼叫做接立的愛 譬如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很努力去做一件事 本來你考試考得不好 後來你考試考得好 那你又給某一個人看你的成績 哇 我這次80分啦 那樣 但是那樣說 有什麼用啊 80分 你都未到100分 你都不行的 那樣 那可能你會覺得很失望 為什麼我做得這麼好 都沒有人接立呢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呢 都會心裡 睡覺啊 發夢啊 發夢什麼呢 那些人要自己 那些人理解自己啊 那些人扔下自己啊 那些朋友走了啊 我以前有一個教友 他呢 發夢啊 他說整班人呢 就跟他一起吃東西 跟著就走光了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是心裡面呢 就 挺強烈的一種 好像被遺棄的感覺 那我們會不會有時候覺得 好像周圍的人都不太體重 我們覺得不被摘留 那很想被人摘留 但是呢 好像這個世界上 不是那麼多人 真的摘留我們去 體重我們的 但是我們的神 無論我們多差 多軟弱 多做得不好 就算你是 譬如你上次考試是10分 今次是11分 神都說 嘩追捕了 你很聰明啊 神會這樣說 神會這樣說 神會說 你還有一段時間都未合格了 神真是這麼摘留 神真是這麼摘留 是一個好 真的會看著你 就是好像看著個嬰兒 那個嬰兒走一步 她說 嘩 她走一步啊 不過 人家怎麼出奇呢 那那嬰兒怎麼出奇呢 但她的媽媽是最開心的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媽媽 我妹妹小時候 睡在床上 他第一次 他的头 懂得隔起 平时翻到枕头 他开心得笑 然后抱着我爸爸 看到他那种兴奋 我日常心里看到 我会放在记忆 其实我还未信耶稣 但我记得这件事 这件事真的形容 人那种感情 那种兴奋 看重某个人 那种兴奋 神就是这样 神就是这样看重我们 这样接纳我们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 不用怕他不接纳 很多人就当神是人 神我又没有祈祷 我又犯了罪 很多不乖的地方 我们总是觉得不够好 但是神呢 只要我们说耶稣我真是知错 我求祢赦给我 神就接纳 我就会狹窄在接纳 那里 神的接纳 就不要说到 就是 神的爱有很多东西 神的创造万物 比如说 哎呀神的创造万物 神又为你预备有奇妙的生命 神做很多东西 那你把那个主题 反而失去了 对吧 所以大家说到爱 你可以说 接纳的爱 提升的爱 辅助你的爱 加力给的爱 就是可以在不同方面 或者提升你去到高层次的爱 那就是一个清晰的 就是你想说的是接纳的爱 清晰 而简单 就是不要太复杂 太复杂有事 那人听的时候就会混乱 那就是狹窄 狹窄就是我所说的 或者说到神的爱 说到只在这一方面 而这个狹窄 要从头到尾都狹窄 那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刚刚说到接纳的爱 人的反面例子 我会说到 人很多事不懂得接纳人 就算 譬如有个人 第一次领敬拜 领得很好 那 有人可能会赞他 不过有些人说 我领更好 你怎么会赞他 你怎么不赞我呢 就是 误句 为什么有人赞他呢 他都不是那么好 我比他还好 很多倍 他第一次领敬拜 那就是不好 那为什么你不赞我呢 就是人就会有这种心 很想有人接纳 但是又不懂得接纳人 我就会在这方面 有神的熟悉 就是那个真正的人 不知道离开神多少次 不听神话多少次 犯罪多少次 肯定是在低神之中多少次 但是神都依然接纳 安心 神都依然感动他 神会放下他 不感动他 依然永远感动 大家会留意 我们很多次犯罪 神都依然继续感动 是不是很有耐性 很有 真的接纳的心 那为什么人 能够接纳人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很想被人接纳 我很想被人接纳 就没有想到别人都需要去接纳 那这个就是说出 人能够活出这种熟性 那然后呢 如何呢 我们怎么学会去接纳人呢 就是切身处地 想一下人 其实很多伤痛 而我一次的接纳 可以令到他很开心的 我一次接纳 接纳他以后觉得 有人留意我的好的地方 那他的心就会 即是有一种被提升的情况 其实可以说更多 是挑战 我们可以试一下 留意一些人 他没有被人接纳 我们去接纳他 关心他 留意他的好的地方 欣赏他 那他觉得被接纳了 那我从头到尾 都是说到接纳 就不是说到 一个人跳下去 神外世人 又去街上寻找一些人 那些就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都是说神外 但是不是那么关系 我们就由头到尾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这个功课之一 是大家要写大纲的 那你写大纲的时候 大纲 你就记得 由头到尾 都保持在一个狹窄 譬如我再用一个例子 马太福音28章 19到20节 这是大使命 大使命 可以讲不同的主题 你可以讲不同的主题 其中一个是什么呢 你出去 不要整个教会 直接停留在那里 教会不只是 整班人就 牧养照顾 永远都是被照顾的 我们要出去 这个主题 我们要出去 那些人是 他们是沉沦的 可以得救的 这个是救恩的重力性 我们去牧养他们 去提升他们 叫他们能够 由头到尾 他会给力量 我们全方计分难都好 他会给力量 他会欣赏 他会尝语我们同事 他都喜欢我们这样做 原来一个经文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面 来讲这个主题 那些人 这些主要信息 充满我们的心灵 带动着我们 我在最初 讲道的时候 其实我在 以前我曾经教书 校长就说 你可以讲道 很兴奋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有心事务神 我很兴奋 可以在学生的周围讲道 虽然那时候我会害怕 但是上台一讲的时候 立即回音 我真的不害怕 反而我当时的讲道 是自由很多 但当我做牧师的时候 第一 要翻译 那时候不是在香港 要翻译 有些好像弱促的感觉 就变成了 反而那个讲道 就不能够很会破 有些人就告诉我 他说 牧师 你未开始聚会 负败的时候 你会有些耐耐地 那我就留意 为何我耐耐地 因为我慢慢想过 那边道 第一点和第二点 如何连接 第二点和第三点 如何连接 就是 很留意在 怎样说那边道 就变了 很辛苦 但是后来 神一直提醒我 尤其在圣灵充满之后 就很不同了 在里面神的信息充满我的心 很想告诉人神多好 很自然流露出来 就算很多聊天都会流露出来 我们需要这个信息 装满我们的心 所以有这个熟练生命是讲到的 很重要的部分 第九 就是声音和身体的动作 都显露出神的信息 声音就是什么呢 不要低沉 我也讲过这个共鸣声 共鸣声 有没有临着小鸟唱歌 很小的小鸟 整个树林会听到 真的 那些声音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呢 他就用这个共鸣 他的头子有多大 他的头子很小 但是他一下声音 就是像我们人 那些声音 可以很 人的声音是没有他那种 那么响亮的 那我们怎么可以练到这个共鸣声呢 我希望大家去练习 大家在小识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对不起 小识的时候 activities 就是做小朋友 小识就是小识 大识有大识 小识 很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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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识 那你如果说 oni的声音 我这个声音的位置在哪里呢 那我就可以 他们会告诉你 那个声音怎么样 那这个声音就是我们 練習 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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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然後 出来 那声音就会有力 无论低音证 比如说 我们 或我们 或我们 他引起肺胸腔的功能 这全是要练打钭路的 你回家多年 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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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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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啊 一直跟着琴 上摸下摘的琴 你练那些声音 练一下练一下 你的声音就能够 后面这个软口盖 就是那个吊钟后面 前面口盖是硬的 后面是软的 你要学习的吊钟要提起 对着镜子看下 因为你小识的时候 你休息的时候 你可以走来看我的吊钟 如何提起 还有怎么样 啊啊啊啊啊 你说得好像想打门的声音 那你用这些声音练习 慢慢说话 声音就能够有这种 共鸣声音发出来 那你共鸣声音是很有帮助 无论是唱歌 唱歌呢 就是会有感情啊 主我紧靠你 你可以有不同的表达 说话也是 多谢耶稣 哦耶稣 你可以很柔和 耶稣你真是好啊 哈利路亚 就是有柔和和有力的地方 这个是需要我们练习的 就是我用了 可以说我弹琴 弹吉他 这些都是我学的 打鼓 但我最长时间是练唱歌 当然讲到的那些是很长时间 就是说这几个最难是唱歌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身体就是个乐器 是要你控制到那个乐器 而又轻松的 那这个是需要时间 但是呢 是一生都有帮助 因为呢 当你一出来讲话 有力 声音又轻松又开心 人是会更加容易集中到的 那这个是声音 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共鸣 还有呢 表达不要整天都是大声 不要用普通 就是一个港导 有些人港导的声音就是 就是我形容一下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那些独生子 就是整天都是那句的声音 就是我不太扮认 有些人真的 一种的港导 一上台呢 就不像说话那样了 是很不同的 那我觉得呢 我们 因为我们的信息 是想别人 很真实地看到神的爱 真实地和神有个人的关系 不是一种 好像很不同世界人的方式 就是一种很真实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用真实的方法 表达是最好的 那这个 就是我都会在大家出来的时候 我每次都给大家一些时间出来 试试 就是说一些东西的时候 给大家去粗练一下 怎样的声音 还有身体动作 身体动作很重要 是来自脚的 是由脚底那里开始 就算是小的动作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真的很好 这个动作 那么小也好 都是由脚那里开始 这样就自然 但是如果你说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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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神 就变成了好 那个动作 是跟整个身体联合 但是如果跟身体联合 耶稣真的很好 感激耶稣 Hallelujah 无论你大动作 还是小动作 不是一定要夸张的 不过如果越多人的时候 是越需要夸张一点 小人的时候 就不要那么夸张 但是呢 你放一些人来说话 就算一对一说话 他都会有身体动作 但是又不要夸张 他都会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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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紧张 反而我们可以说 真的很开心 一对一说话 如果有时动作太大 旁边的人 会觉得 你那么激动 就是这样 就算你一对一说话 都可以有些 身体的动作 是人听上来觉得 真实一点 就是他说 哇耶稣真的很好 耶稣真的好爱我们 感受到神的胃 真的好 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动作的 那你发觉呢 在外国 那些上电视的人 他们讲话 那种自然程度 是高过在香港的 其实香港已经很不同了 这几年 就是这段时间 已经和以前很不同 但是以前 报告新闻 是 直不 还有呢 那些校的学生 上台讲话 都是这样的 校长 各位 各位同学 我今天很荣幸 就是 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可以训练 那些同学 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很开心 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毕业的感受 就是 是不是 生了很多 但是 这个是一个文化 如果大家老师 可以试一下 这样做法 OK 好了 眼呢 也是很重要 眼呢 一定是 和别人 有眼睛的接触 无论是个人 或者是 就是个人和他聊天 或者是集体 但是呢 你其实 不要看着一个群体 例如可以这样看的 你们好嘛 感谢天父 神好爱你 但是我没有看任何一个人 那你觉得 好像 眼不知怎样 或者有些 看屋顶 有些看地下 都是不适合的 或者是看墙 最好 很自然地 所以这个由我们自然和家往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不用说 为什么没有看那个 不用这么想的 总之要看这个 那时候呢 眼睛是会更加好 还有眼睛都可以表达感情的 比如 如果眼睛睛 那样看呢 就是 就表达不了 那种感情 就是因为开心 自然 会有那个眼睛的表达 好了 讲到那时候 胆怯呢 开台一定会的 我记得我开头 那时候 在学校讲的时候 我坐在台上 直静静都没什么停止 不停静 不停静 但是一上去 一讲 一听到那种音乐 就立刻就不害怕了 那下次又再震过 再下一次又再震过 但是后来慢慢 是没有了那种震的 我发觉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想到 那些人 都是需要这个信息 我可以激励他们 我讲得上来 可以影响他们 不停静 他再次的音乐 就不停静了 更好 你听到哪些人